金黄酥脆的薯条刚起锅 撒上大把盐巴调味 如今是美食一口就少一口 因为欧洲酷薯加上500年来最严重干旱 导致今年马铃薯产量创新低 减少三成以上 也因为高温让马铃薯变形变色 加工更困难就大幅推升薯条和洋芋片价格 要面临的危机连汽水也难逃 牛开瓶盖倒入冰块中清凉皆可 但万万没想到美国二氧化碳短缺 不止饮料厂包括干冰冷却与加工肉品等厂商 都因此受到影响 马上秋天到了生产二氧化碳的工业设施 要碎修关闭 到时候恐怕又要闹缺货 薯条没得吃汽水没得喝 还得多掏钱买燃料 过去12个月来 欧洲基准天然气飙涨超过550% 10月份开始英国家庭一年要缴的相关账单 恐怕高达4188美元 换算台币大约是12.7万 等于一成收入都会用在支付天然气电力汽车燃料 是2021年的两倍之多 民生苦产业更是难逃这一节 包括窗户电脑智慧手机 药品甚至汽车都会用到的玻璃产业收当其冲 尤其欧洲是汽车大国 奥迪保时捷福斯早就开始为玻璃囤货 更优心的是价格张多兄已经不是最关键 因为在这样下去 优钱都抢不到 能源短缺才将酿成全球供应链严重问题 东西本新闻综合报道